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興啊 在這邊擔任民生的工作 那首先啊 先給大家一個讚賞 那所有的 小朋友只要是 你們能夠站在舞台上面的 不論是 技術純手或者是 還沒有到成熟的地步 你們都是用最勇敢 最有信心的方式站在舞台上面 大家也說老師 真的這麼好嗎 真的表現得這麼好嗎 我先這樣講好了 假如叫現在的 五年級的成熟隊 或者是六年級的成熟隊 跟他講說 拍學啊這個時間要比賽 要表演喔 你看看只要五六年級要 站上台不一定有你們這麼大的 勇氣所以代表你們 真的是很棒喔 那首先啊我先講幾個 你們可能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 舞台這麼深對不對 那我剛剛看到我的班級啊 他不知道 我們舞台是有深淺的關係 所以會一直往後面的霧幕站 我們不是拍合照 拍合照的話站到 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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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比較容易給大家所呈現 當然你會說 老師我怕怕的耶 怕怕的話會在後面一點大家比較看不到 不過記得你是最勇敢的齁 所以記得下次有機會的時候 往前面站 不管怎麼樣至少你已經站出來了 站出來就是成功的第一步齁 好第二個 我們今天做的是團體表演對不對 所以老師在這邊啊 會主要以團體的動作 肢體的表現 還有整體的一致性 當作最大的參考一句 那當然中間可以穿插 各種表演秀沒關係 不過主要的齁 主要是在評分的時候 以團體的一致性 還有沒有同時一致的完成這個動作 當作最主要的評分依據 那最後一點 今天要表演大家知道對不對 今天要表演大家知道對不對 只要是選手應該知道 所以你們班的服裝 服裝假如 能夠統一 不管是全部制服 全部辯讀 全部哪一種服裝都沒關係 可是你有沒有考慮到 你們服裝有不自信 或者是有調配性 你有沒有在服裝上面 稍微做一點點的注意一下 就算全班都是運動服裝 只要是不自信的 這樣的話 至少整體的感覺會比較OK 好那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 好謝謝吳老師 簡單無聊的說明 好悶 我們... 我們 execute